日前,国内媒体曝光了李肖鹏国族教练组成员 郑志,孙祥,李金宇,赵俊哲,李雷雷,邵家一等六大国脚民宿 都将集体持援国家队 李肖鹏国族教练组阵容实力相比于李铁国族 绝对是高出一个档次 李铁国族教练组成员除了郑斌在国族踢过主力之外 其余成员都在球员时期,自力非常一般 有的甚至连国家队都没进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李肖鹏国族教练组阵容确实堪称豪华 李肖鹏选择六大国脚民宿进国家队 也是有很强的针对性 比如说李雷雷来到李肖鹏国族 主要是负责球队门将教练 郑志,赵俊哲,邵家一都是替中场出身的球员 他们将负责国家队中场训练 孙祥则是替边路出身 曾经在欧冠都首发出战果 孙祥负责国家队边路球员训练 肯定是在合适不过的事情 六大国脚民宿都在李肖鹏国族分工明确 可谓是各尽其责 唯一让球迷觉得遗憾的是 李肖鹏没有将范志毅和李伟峰两大中尉民宿 招入到国家队教练组 范志毅在球员时期是亚洲第一中尉 不仅在国家队踢过主力 而且在英格兰联赛也长期踢首发 成为了中国足坛流洋旗帜 范志毅要是能成为李肖鹏国族负责中尉训练的国脚 相信他一定能给国家队防守实力提升 做出应有的贡献 那么为何李肖鹏没有招范志毅进入国家队教练组 球迷分析背后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是范志毅和李肖鹏关系并不是很近 能得到李肖鹏清点的国脚民宿 都是跟他私交非常好的兄弟 政治李金宇邵嘉一都是将李肖鹏当大哥的人 他们来到国家队之后 肯定是对李肖鹏言听计从 范志毅则是属于性格耿直的人 有时候连恩师徐根宝的面子都不给 李肖鹏觉得很难指望范志毅给自己面子 所以为了国家队稳定团结考虑的角度 他就没有给范志毅进国家队教练组机会 至于李伟峰为什么没有进国家队教练组 大体跟范志毅差不多 李伟峰也是属于公认的刺头任务 李肖鹏同样不敢用 综上所述政治 李金宇 邵嘉一这些国脚民宿 已经足够李肖鹏用了 希望他们能好好表现 帮助李肖鹏国足在12强赛取得好成绩 早日获得出现资格晋级世界杯正赛